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于是很多朋友就发私信给我 问我 这个外星人发信号过来了 我们该不该回复呀什么的 还有的朋友也担心自己存在银行里面的两亿存款到底该不该拿出来花 因为外星人来了以后这些钱说不定就打水漂了 关于这一点呢 我个人的意见就是 这个两亿存款最好拿出来让我帮你一起花 开玩笑 言归正传 今天这期视频呢 我就来探讨一下这个FRB信号到底是不是外星人发出来的信号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FRB信号 它就是一种电磁波信号 就跟我们看到的光线啊 其实都是一种类型 都是电磁波 只不过这个属于不可见光的类型 就是看不到的光 光线呢 就是属于可以看到这种电磁波 所以这个FRB信号呢 只能被这种射电望远镜啊 这种东西来侦测到 所以说 说到这里 在网上流传了很多关于外星人发过来的信号 然后给大家拨出来一个音频版 就是说 这个才是外星人发出来的信号 然后一阵特别阴森的音乐 其实这个音乐呢 并不是这个信号的原型 那可能是这个信号通过了一种编码方式以后 把它转化成了音乐 可能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容易理解 或者说 就是单纯的想搞各个作剧 吓一下大家 关于这个FRB信号 网上有很多文章和视频 也有一些民间的科普达人 也在引用一种统一的说法 这个说法呢 就是说 这个信号在2012年首次被人发现的时候 距人类有30亿光年 但是到了2018年 就是我们前段时间最近发现的这个信号 距人类只有15亿光年了 于是大家就很害怕 因为就短短的几年的时间 这个信号的发生源居然前进了15亿光年 可想而知 它这个科技水平到底是有多么的发达 但是当我听到这儿的时候呢 我就觉得 这个宇宙中信号那么多 它咋知道就是同样一个信号呢 然后我就去好好的看一下这个世界 原来之前发现的这种FRB信号就是闪一下就没有了 但是在2012年发现的这个FRB信号呢 它不是单一的就是闪一下就没了 它是一个重复的信号 这个就有点吓人了 因为单一的信号我们可以把它解释成天体的碰撞呀 或者说一些宇宙之间爆炸发生的这种信号 但是这个重复的信号就让人觉得很圣人 并且2018年8月14号发现的那个FRB信号也是一个重复的信号 很多人都觉得这两个信号源肯定是同一个信号源 并且这几年之间就飞行了15亿光年 所以我就在自然杂志上面找到了这两篇这个report 第一份报导是关于2012年发现的这个FRB就是重复的这个信号 第二份报导是关于2018年发现这个重复FRB信号 结果果不其然这两个信号源真的不是同一个 为什么这样确定呢 就是因为它们的这个在天空上的坐标不一样 就是它们明显是来自两个不同的方向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表格啊 就是列举了人类有史以来发现的所有FRB信号 这个表格中有一栏叫RA 第二栏叫DECL 这两个呢就有点像这个地球的精度和纬度 我们可以把它简单地理解成这样 所以我们可以比较一下2012年发现这个重复信号和2018年发现这个重复信号 就是这两个信号在天空的位置其实是不一样的 就是这两个信号其实来自于宇宙不同的两个方向 至于为什么会有人说这两个信号源是相同的信号源呢 于是我在2018年这篇报导当中可能找到了一些答案 就这篇报导说他们在一些重复的这种信号当中 他们观测到了这个次脉冲频率的结构和光谱的一些变化特点 让他们觉得这个跟2012年发现的这个FRB信号蛮像的 但这个原文的用词说的是相似的发射机制或者说传递的这个效果很相似 可能这个媒体看来看去说来说去就传成了这两个信号源是一样的 还有的朋友说2018年发现了十几个这个FRB信号 以前只发现了那么零星的几个是不是外星人发现我们了 其实我想说就是因为因为人类的科技在进步 而且这个Chime就是这个加拿大清测绘地图实验射电望远镜 它是在2017年的时候才开始正式服役的 就是在2017年之前都没有工作 所以说当这个设计上最先进的设备开始工作了以后 那必然我们是能看到一些最新的结果 就其实以前也有这种FRB信号 就是人们不太容易观察到了 所以这个设备一出来人们就容易观察到这种信号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近期这个FRB信号被发现的越来越多 比如说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个信号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首先网上传的最广的一种情况 就是这个信号是外星人发出来的 就是这个被探测到的重复FRB信号 它的频率是在400兆核到800兆核之间 但是以前探测到的这种FRB信号 普遍是在1400兆核左右 就网上有一种说法 而且所有人引用的说法都是同样的术语 我说出来给大家体验一下 根据我们人类的经验 1400兆核往往是地面发射塔发射的信号 而低于800兆核的或者说低于400兆核的 往往就不是地面设备发出的信号 而是飞行器发出的信号 其实这句话是有问题的 明显是没有科学依据来佐证的一句话 因为这里的两个词很关键 地面发射设备和飞行器 说明说这个话的人呢 还是被科学限制了他的想象力 因为要发出这样的一个信号 是需要极大的能量 曾经有科学家做过大致的估算 有的说是需要几百万个太阳的能量 有的说是需要几千万个太阳的能量 反正我知道的是肯定是需要很多能量 而且这个能量不会低于一个太阳系的能量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信号 从将近于半个宇宙的这个位置发射出来 能传到地球 这肯定不是一般的能量 所以他这里提到的地面发射设备和飞行器 基本上都发不出这样的一个能量 或者说发不出这样的一个信号 真正能发出这样信号的一个飞行器 肯定是要有一个将近行星般大小的这样一个体积 就这般大的飞行器 才能发出来类似于这样的信号 所以这个飞行器到底是一颗星球呢 还是造出来的一种飞行器呢 所以明显这个话是肯定有问题的 但确实有科学家提出了一种说法 就是说这个FRB信号可能是外星人发出来的 这个科学家呢还是哈佛大学的 叫做Leob 我们就把它叫做勒布 他和他的另外一个朋友 他们一起就是在2012年发现这个FRB信号的时候 他们就发表了一篇文章 就说出了这个可能就是外星人他们发出来的信号 他们也说了这个发射台的大小 至少得有一个星球般的体积 但是这篇文章最后结尾的论调 却是他们承认他们这种说法 只是一种可能性 因为在概率上来说 这个事件的概率是很小的 他们提出这样的说法就是为了让主流的科学家能往这方面去想 就是能把外星人这样的因素考虑进去 然后我来讲讲现在主流的观点认为这个FRB信号到底是怎么样来的 首先呢研究FRB信号的这种模型啊 比发现的FRB信号本身还多 所以这个看的我也是有点头疼 所以我这里呢就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目前主流科学家认为三种最有可能的情况 这个排名第一的呢就是这个脉冲心 这个脉冲心呢它必须要是两颗脉冲心配对 这样的星系才能发出我们现在接受到这种重复的信号 因为我们现在接受到重复的信号它是没有周期没有规律的 如果一颗脉冲心的话它是能有一个明显的周期 所以说两颗脉冲心在这里的话它就能形成一个没有规律的这种这个信号 为什么会形成没有规律呢 就是我们看这个视频啊 大家就知道一颗脉冲心这样旋转 然后我们收到一个信号 但另外一颗脉冲心呢 它旋转的方向和它的轨道可能跟之前这颗就不一样 就在我们地球的视角来看 这两个脉冲心可能就重合在了一起 以至于它们的这个发出的信号 时时都在变化 换言之就是我们观测到的没有明显周期 第二种可能性呢就是一颗磁心和它周围的这种心体的尘埃 或者说心体的爆炸以后留下的碎片 进行一个反应发出了这种电磁波 这个磁心呢其实就是中子心的一种 还有第三种情况呢就是一颗中子心 它和这种磁化的风进行了一个反应 这个磁化的风呢其实就是一种星云 其实我觉得这三种解释都是比较靠谱的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目前发现这个信号 它只有几毫秒 就是它持续的区间只有几毫秒 这就决定了发出这个信号的这个源头 它可能是一个体积比较小的这样一个东西 在宇宙当中巨大能量 加上这种小的体积 就让这个中子心的这种说法 还是蛮靠谱的我觉得 但是至于真实的情况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还是需要进一步的科学研究和发展 可能才能得到最终的答案 所以讲了这么多 基本上可以回答视频之前提出的这个问题 人类到底是不是应该回应这个信号 我的答案就是人类应该好好地发展科技 因为无论是回应这个信号还是躲避这个信号 我们现在都做不到 为什么这样说呢 就是因为你要回应这个信号吧 我们首先没有这样的科技 你要发出一个信号能穿越15亿光年 对吧 就我们人类现在还不可能发出一个信号能穿越15亿光年 就算能发出一个信号穿越15亿光年 那15亿年以后人类基本上就已经都不知道去哪了 所以对于这个信号来说 我们回不回应都无所谓啊 如果这个信号真的是外星人发射出来的探测人类的这样的一个信号的话 类似于雷达这种探测信号的话 我们现在人类的科技水平也根本就屏蔑不了 躲不掉这种信号 所以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 我觉得还是应该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提高科技水平和提升社会生产效率上面 Peace